通勤民众都很关心的基隆转运站 分为国道客运跟市区公车两处后车区域 市府交通处特别在启用运转前进行交通压力测试 有邀请国道客运业者还有相关单位一起来派车 然后现场就是来模拟说这个平日尖峰的时候的班次数 然后还有它进出的动线 那我们有发现说其实整体状况上都OK 但是还是有一些可以更好的地方 比方说前后路口的耗制的秒数 然后包含一些交通标志标线 还有一些警示设施 那这一些如果加强的话 那其实对于周边的交通的压力其实它就会降低 并且可以提升这一个行车的安全性 市府交通处表示根据观察 模拟尖峰时段的压力测试结果良好 预计7月先启用后车空间的部分 第二阶段由委外营运团队引进商业设施 预计12月前完成 旅服中心对面它有一个公车总站 那现在这些路线未来就会移到中山一路的后车艇 那在港西街这边还有国光临时站都有一些国道客运路线 那都会把它移到这个转运站的里面 就是可以遮风避雨的空间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法就是把它整并造一样的空间 那大家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可以自在的转成 商业设施的部分的话预计是会在我们这个转运站启用后 然后就开始逐渐的有一些商家就会开始进来 整体而言会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但是有些如果像便利烧商等部分 如果能够事先装潢好 然后大家就可以提前启用 那这样子到时候等车的民众也可以在这边就近的购买 而为了让通勤民众了解如何进出转运站 市府交通处表示 启用前将透过各种宣传管道发送后车资讯 让民众能进一步了解新的后车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 详 随 你们 详